陳家樂和陳盈 去年有傳因為合作拍攝 《廉政行動2019》而拆出外火花 雖然兩人口徑一致 否認非聞 但近日有傳媒拍到 家樂打的夜放Ginni香歸 而屋苑保安更主動開門打招呼 似乎非常素落 這日家樂現身活動時 當然事不免再被追問戀情 和同居而暈 不…你誤會了 報道是拍了我在屋苑出現 其實我是找其他朋友 剛巧他也是住在那裡附近 我們是好朋友 暫時也是好朋友 你去到那邊 跟保安局有好相 這些就是相片的誤會 有朋友跟看見說 有一個姓陳的人進來 他自然就打開門 我說我姓陳的 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不要想太複雜 會不會覺得有點被疑惑 也不會的 我想是我們工作上也有默契 所以才會令人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我們倆工作時也很舒服 雖然家樂依然例牌否認同Ginnie的飛吻 但他就自爆很想快點做爸爸 自己有沒有被我認識 生活中何時做爸爸 都有想的 因為我一直都… 我自己喜歡小朋友 但我想現在要做事先工作 這些太遙遠的事 不要放在一些目前的目標上 遠一點的目標上 說回工作了 家樂這天是和一群小演員 一起錄製廣播劇 雖然家樂演戲經驗豐富 但甚少靠聲音樂的他 都說這次演爸爸有點難度 我也正在考慮 在想要不要沉沉地說話 成熟地說話 因為這次跟很多小朋友做 其實他們的經驗比我更加豐富 因為他們特地有上課練習 我也擔心我是拖累他們 而且我自己的聲音也偏小 如果好像撞在一起 都是幾個小朋友 我也擔心 所以一會兒試的時候 接近咪高峰看看感覺是怎樣的 你本身自己沒有學過這些課程嗎 沒有 沒有特別去上課學說話 但其實我也有想過 因為其實說話是一個 很重要的表達方式 我也覺得對自己在演戲上有幫助 這件事也需要去鍛鍊